感謝神的恩典 今天早上要用耶穌平靜風和海這個主題跟大家一起來學習 這個是在馬可福音的第四章 太福音的第八章 路加福音的第八章 都有記載著耶穌所行的一個神蹟 耶穌平靜了風和海 那這個神蹟被記載的目的 主要是要再來表述耶穌基督的身份 為了讓 這個我們 聽到 耶穌 的門徒所做的這些見證的這些聽眾們 他們能夠對耶穌的身份 有一個更清楚的一個認識 耶穌到底是誰 為什麼連風和海 也都聽從了他 這是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 一件神蹟 那當然從這件神蹟裡面 我們也可以去探討許多的問題 探討主耶穌的心 那為什麼要在 工作忙碌 一天工作忙碌之後 晚上 他還要趁著月晚 坐著船 往另外一個地方去 主耶穌那種積極服事的心 值得我們來學習 那另外我們也看到了 門徒的 小信 為什麼 耶穌和他們一起在船上 他們遇到了困難 卻仍然害怕呢 現在 主 是不是有 與我們同在 我們都說 聖靈 與我們同在 內住在我們的 裡面 那當我們遇到外在環境 的困難的時候 面對著 虛虛多多 可怕的 災難 我們是不是 仍然 感受得到 主 與我們同在呢 這是值得我們做一個 思考的一個問題 另外我們也從這個 過程當中 看到主耶穌的 權柄 主耶穌 他 能夠叫 風跟海 來停止 當然從自然界的角度來看 這個 這是神所創造的 神可以來 掌握的 整個所有的 這樣的一個事件 他有權柄 來叫風跟雨止住 但是在 启示文題裡面 風跟海 他也代表著 在背後的一些邪惡的勢力 這些邪惡的力量 導致於在 人所生活的這個世界裡面 充滿著許多可怕的 這樣的危險 主耶穌能夠 這個 擊垮 這些背後的那些邪惡的勢力 叫這一切的擾亂 能夠來停止 這個是我們在今天 這樣子的一個 神奇奇事裡面 我們要學習的 為了讓我們更加的來認識我們所敬拜的 神 因為我們 所敬拜的這位 神 在聖經上裡面 有很多的經文在描述 他的 本質 他的權人 以及 他的工作 我們就用一節的經節來看就可以了 我們來看以赛亞書的42章 以赛亞書的42章 42章第五節 以赛亞書42章第五節 創造諸天 鋪張穹倉 將地和海所出的 一併鋪開 是氣息給地上的眾人 又是靈性給行在其上之人的神 在這一節經節裡面看到 神 他創造了諸天 他創造了穹倉 那地 跟地所出的一切 都是由他鋪開 在地上所 生存的這些 活物 基本上 都是 神 給你的生命 特別是 人 這邊說 是靈性 給在其上之人的 神 那所以我們人 有這樣的一個 特殊的 跟 形象像神的 這樣子的一個特質 這個形象 可能 主要的不是指責外表的形象 雖然可能也有一點 預表的 這個意義 也就是耶穌 他會成為人的樣式 來到世上 也就是 神的兒子 會成為人的樣式 來到世上 或許有這樣子的 意表 但是他更是指責神 內在的形象 也就是在 以佛所書第四章 那邊所說的 真理的仁義和聖節 就是強調 內在屬性的 這種形象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形象 正因為 神 將 靈 賜給人 讓人成為一個 有靈 有魂的 一個人 那這是一個 神特殊的一個賞識 所以我們人 懂得如何的來敬拜神 尋求神 那這也是我們的本分 因為我們要尋找 那我們真正的一個父親 敬拜他 服從他 順服他 這個是我們 應該 要學習的一個功課 接下來我就要用 這一段的 馬可福音的第四章 35節到 41節這個段落 和大家 一起來 學習一些道理 我們來翻開馬可福音的第四章 35節到41節 這個段落 首先我們來看到這個 神機所發生的時間跟地點 那從 第四章的第1節 這邊是主耶穌 在海邊教訓人 在講 撒種的比喻 其實他講的可能有好幾個比喻 那在這邊 在主耶穌 這樣子的白天的一個工作 完成之後 我們來看到了 35節 當那天的晚上 耶穌對門徒說 我們渡到那邊去吧 有時候主耶穌的工作的地點 並不是很明確的被記在聖經上面 不過我們看到主耶穌大部分的工作的地點都是在加利利 而且特別是在加利利 加利利海北邊的 這一個 博賽大 還有 加百龍 在這兩個地方 那主要的博賽大 也都是主耶穌主要的幾個門徒他們的故鄉 那加百龍 也是他們在那邊 經常出路工作的地方 那這個地點是在加利利海的北邊 稍微有一點偏 偏西邊 這樣一點點的一個 兩個 這樣子一個 一個小城鄉 那但是這邊卻是主耶穌 這個活動 最平環的一個地方 那如果是從這邊 渡到 這個 海的那邊 這個海的那邊 如果我們從第五章的 第五章的第1節 我們就可以看出他是 要到 格拉森這個地方 格拉森這個地方呢 他是在滴加坡利 這個滴加坡利是在第五章的20節這邊有特別提到那個這個地方 這個滴加坡利就是在加利利海東邊的曠野的地方 這邊是比較人煙稀少 而且主要的都是 外邦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那邊養了很多的豬 豬對於猶太人來講是一個不慎節的動物 所以基本上他們是不會 猶太人 不會養豬 他們也不會喜歡在這種污秽的地方來居住 但是主耶穌卻往這個地方來 他離開了眾人 遠離擁戴他的人群 因為我們知道 主耶穌每在一個地方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跟隨他 一方面要聽他講到 一方面要希望他能夠行出神機 來醫治他們所帶來的病人 所以當主耶穌到哪裡的時候 都有很多人就蜂擁而至 在那邊 跟主耶穌在一起 享受那屬林的 造就 那 當然主耶穌 在 這個 講了啥種的比喻 或是芥菜種的比喻 在他在整天在那邊可能有 很長時間的一個講道 但是呢他這邊到了晚上 本來是應該是要休息的時間 他卻帶著門徒 往 另外一個 地方去 而那個地方 有一個 好像 如我們看來好像是 主耶穌就為了要去拯救一個犯鬼的外邦人 要在那邊 來行出 神的一個救恩 那這個 對耶穌跟門徒來說 這個地方其實都是一個陌生 不可知 也是他們不會喜歡去的地方 一個環境 但是呢 為了要成就一些特殊的工作 主耶穌還是在晚上 利用休息的時間 來 帶領著 他的門徒 往這個地方 那這個 這個背景其實我們可以思考 當門徒遇到患難的時候 這時候他們會有什麼樣子的想法呢 為什麼我們無緣無故要在晚上 這個時間 我們休息的時間 要到一個 我們 不太喜歡去的地方 那到底就要幹什麼 他們也不知道 那又遇到了這麼大的風浪 是不是會因而來埋怨呢 這個是我想 我們用我們自己的心 來做思考就可以了 那 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這個晚上 當然 門徒們他們過去做遺夫的時候 他們捕魚 都是在晚上 所以在 這個路加福音第五章 這邊記載著他們整夜捕不到魚 所以主耶穌 在白天就為他們行出了 捕獲兩條 兩艘船的魚的神蹟 那 彼得 安德烈 雅各約翰 四個門徒也因此而來 成為全時間跟隨耶穌的工人 那我們所以知道 晚上航海對他們來講 並沒有什麼困難 因為這是他們 常常都是這樣子 但是呢 總是這是休息的時間 現在他們的 生活環境已經改變了 現在他們是 是 這個 白天的跟隨耶穌 晚上就是要 好好的休息一下的時間 那但是這個時候 他們 仍然 為著 耶穌的 救贖的一個 目的 他們前往了一個 不喜歡去的地方 這有時候也讓我們思考 就是說有時候我們傳福音 當然那個地方其實 有時候都是 代表著 困難 代表著 挫折 代表著 辛苦 的這樣子的一個 處境 那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傳福音的工作 我們是不是 就因而 卻步了呢 我們就希望能夠去做一些比較親審的 在這邊多好 這麼多人來 圍在我們身邊 聽我們的講道 那我們也可以坐著就聽耶穌一起講道 那這樣不是很舒服嗎 很得造就嗎 但是 主耶穌的 的心意 主耶穌的工作的目標 卻不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馬可福音的 第一章 馬可福音的 第一章 第一章 三十八節 第一章三十八節 耶穌對他們說 我們可以往別處去 到鄰近的鄉村 我也好在那裡傳道 因為我是為這事出來的 這個是當主耶穌在 這個 西門彼得他的一個故鄉 可能就是在博曬大這個地方 或是在加百農的地方 一般 這個 彼得他是 是博曬大的人 那 在這邊他醫治了他的岳母 醫治了他的岳母 那 另外那天的傍晚 又醫治了好多的人到生根半夜 但是主耶穌早上就到曠野去祷告 然後呢 西門跟他的同伴就追了過來說 主啊好多人都在找你 這個主耶穌已經離開了 西門的家 西門彼得的家 來到曠野這邊來祷告 許多人仍然在找主耶穌 但是主耶穌的價值觀 主耶穌的工作的目標 卻是他要往很多的地方去傳道 到鄰近的鄉村 在那邊可以傳道 他是為了這件事出來的 所以我們看到主耶穌其實 看起來 在聖經裡面沒有記載他出到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 但是其實他到了很多 很多地方甚至到了推羅西頓 去做了 去傳了福音 去做了 行了神機歧視 這個是我們大概可以從聖經裡面看到的 這就是主耶穌他的心智 主耶穌他工作的方向 那當然在夜間渡海 正式表明主耶穌工作的積極性 跟救人的急迫性 雖然他也需要休息 那但是 他 這個 仍然 為著 這個某一些人的需要 他努力的 來 這個 推載福音的事工 那這個是我們從第一節裡面所看到 接下來我們來 看 這個 第四章 的三十六節 三十六節 這邊說 門徒離開眾人 耶穌人在船上 他們就把他 一同帶去 也有別的船 和他們同行 這個係數好像是主耶穌很不得已的被帶走了 那其實不是 這個是在這邊的聖經的描述 並不是歡得很好 那在這邊最主要的是 他們 耶穌在他們帶著門徒 他們坐船 要往迪迦坡利過去 那這邊可以看到 主的旨意跟門徒的順服 門徒的順服 然後在三十七節這邊說 忽然起了爆風 那 奇怪 他們 門徒們 順服了耶穌的意識 這樣子 開船 但是 反而他們在海上面 遇到了 大風浪 這個可以讓我們 做一個思考 就是 有時候我們照著主的吩咐 遵行神的旨意 我們做主的功 但是可能我們仍然會遭受到一些苦難 有時候是純屬一些意外 因為是別人的過失 而導致而成 有時候是出於主對我們的試煉 為了讓我們 在服飾的當中 能夠是經歷 各種的考驗 讓我們 服飾的心更純潔 讓我們 服飾的態度更正確 讓我們所做的功 能夠更有果效 所以主讓我們 有經歷了一些試煉 最主要主讓我們有這些經歷 不管是來自於 環境的意外 或是主的 明確的旨意 我都為了讓我們更清楚 來 我們 更認識我們自己 也更認識主耶穌 能夠更加添信心 領受更多的恩典 我們上禮拜六也談到了 患難所帶出來的 屬靈的價值 所以這些患難 基本上在背後 都有一些 特殊的一個意義 可以讓我們從中得到造就 這正是主耶穌的目的 但是魔鬼就意義就 魔鬼的目的就不一樣 同樣的利用到同一件事情 出自於魔鬼的惡意就是試探 他就要藉著這樣子的一個 遭遇要來打擊我們的信心 讓我們埋怨神 眼離神 所以我們 在這樣子的一個 試念的過程當中 我們千萬不要 起了埋怨的心 失落的信心 甚至的就跌倒 這是不應該的 其實我們等一下看到 門徒 他們似乎有一點 責備主耶穌的意識 為什麼讓他們遭遇到 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 我們必須要認識整個 世界的一個真相 當世界 因為亞當施主下巴的犯罪之後 其實世界就已經變得 不再是那麼的美好 當雖然神創造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 《創世紀》第一章 都看到了 神看為是好的 在這一切的創造 都是出於神的美好的旨意 都是 非常的有條理 有規律 這個 整個宇宙的一個 都是在一個 秩序的一個管理之下 那就是神的主權 但是呢 因為罪的關係 所以 這個 世界呢 就變得 不一樣 那所以 我們 對於這個世界裡面 所遭遇到的這一切的事情 其實我們都不要感覺到意外 因為 我們從 《讀聖經》裡面 我們就知道 這是 必然的結果 也是最後的終極 就像 在 《創世紀》的第五章第六章裡面 提到了 洪水毀滅這個世界 那也是因為這個世界 罪惡 已經達到了一個極限 神 定義要毀滅他 將來這個世界裡面 也是不斷的在 積蓄著神的怒氣 直到 哪一天 神的時候到了 怒氣就全然的發出來了 所以我們 看一下《羅馬書》的第八章 《羅馬書》的第八章 《羅馬書》第八章 這邊有提到保羅 他 所發出來的 這個 他寫出來的有關於 對 在世界上面的一些 虛空跟 苦難 我們來看 二十一節 八章二十一節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瑕疵 得向神 而你自由的榮耀 我們 知道一切受造之物 一同探襲 勞苦 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 就是我們有聖靈初節果子的 也是自己 心裡 叹息 等候得著 兒子的 名分 乃是我們身體得署 在這裡 談到受造之物 都在 一同探襲 勞苦 那包括我們這些有聖靈初節的果子的 也就是 在 最先成為基督門徒的這一些使徒時代的信徒 他們自己 也是心裡的叹息 但是這種叹息 基本上 其實是感嘆著這個邪惡的勢力的可怕 要帶領著 人 的 這種邪惡的心 朝向著毀滅一直在走 那我們這些得救的人看到這樣的提示 基本上我們是非常的叹息 就好像主耶穌 常常在醫治一個病人的時候 發出了一些叹息 那個叹息的目的就是叹息 這個邪惡之力實在是太 太太太殘忍 讓 把人摧殘到這樣子的地步 讓人生病到這樣的地步 所以主耶穌在那邊叹息之後 就行出了他的神蹟來醫治 那在這邊我們其實生活在這邊 其實我們也要有 就這樣子 叹息 但是我們的叹息 基本上是帶領著我們 更加的來依靠神 更加的來盼望 這邊所說的 得著兒子的名分 乃是我們神體得署 這個兒子的名分 不是我們受洗的時候 那時候所得的名分 這個是 當我們審判之後 進入神的國裡面 那個真正的 真正的兒子的名分 就是我們身體得署的那個時刻 那當然我們受洗已經被主耶穌救贖了 但是真正的完成就是在我們進入永生國度的那個時刻 所以這是我們必須要來理解的 所以有時候在這一段裡面 我們也看到 神的旨意 雖然門徒順服了 但是仍然帶出了一些苦難 但是這些苦難 真的就是要為我們得著益處 正如羅馬書八章二十八節裡面所說的 我們曉得 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所以 雖然我們生活在 這個 虛空之下 這個世界 虛空的世界 我們也在這邊 一同探襲勞苦 但是我們曉得 這都是為了讓我們得著益處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用神的態度 我們對神 是持著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以至於我們能夠 怎麼樣子的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這個是我想 我們在這邊要注意到的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第二個段落 就是三十七節到三十八節 我們來看回馬可福音 第四章 三十七節三十八節 這邊說 忽然起了暴風 波浪打入船內 甚至船要滿了水 三十八節 耶穌在船尾上 正著枕頭睡覺 門徒 叫醒了他 夫子 我們喪命 你不顧嗎 這邊記載著 暴風大作 使門徒他們陷入了困境 但是耶穌在那邊 仍然在睡覺 這邊提到了 忽然起了暴風 甚至船要滿了水 這個船要滿了水 並不是這個水都把都進到船上面來了 那船豈不是就要沉下去 其實這是描述船被風浪 波浪掩蓋 因為那個風浪非常的大 浪打上來幾乎就把船給蓋住了 所以有些 這個地方就有一些的積水 並不是船都被水給淹沒 並不是這個意思 是波浪打入船內的 這樣子的一個意識 那我們先來了解 加利利 海的一個 地理形式 其實加利利海 它 是低於海平面 兩百一十三公尺 那 死海呢 更低 差不多將近四百公尺 海平面 比海平面還低 所以 它是一個 這個 世界上海拔最低的一個淡水湖 那第二滴的 是第二 最低的淡水湖 但是第二滴的湖國 第二滴 第一個滴就是 死海 但是死海是 鹹的 雖然它不是海水 但是它是險它很多的 礦物質 那真正 這個淡水湖就是這個加利利海 那這個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風浪呢 這其實也常常發生 尤其耶穌 的門徒他們都是打魚人 他們最常常經歷這一種 因為從地中海的 風 來碰到了高山 往上升 接下來就是 碰到了一個極低的加利利海 就極速就往下降 那整個降的這樣的一個 就造成了一個 強風 常常就造成了 這邊所說的暴風 造成 波浪 洶湧 所以在 加利利海有時候捕魚 算是非常危險的 那在這邊我們所看到的就是一個 驚心動魄的暴風 跟一個 岌岌可危的一個小州 那這個來講當然看起來是一個 非常的危險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處境 那這個其實主要表明的 也要象徵的 就是我們人生 看起來平常都是風平浪靜的 甚至加利利海就是我們可以 這樣子來磨身來 抓魚 能夠來 在這邊 取到 有這個供應我們的飲水 幾乎是 整個加利利 周圍 周圍的這些城鎮的 他們的生活的 一個 一個命脈 但是即便是這樣子的一個平常 非常平安的 這樣子的一個 人生 情況 有時候我們也會因為突如其來的災難 如天災 人禍 失望 失敗 病痛 意外傷害 親人的病故等等 當讓我們的人生起了風浪 我相信我們 這個時候應該是最能夠感受到這樣的情形 可能上個月我們都還平安無事的 以為我們就是世外的桃園 我們可以 眼闢 像周遭環境的那些受疫情的所苦 我們每一個人 好多 都似乎都有點鬆懈了 忘記了現在世界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每次假日的時候 這個風景區都是人滿為患 很多的人 這個 完全 沒有那種 緊接的心 想說 在國外的這些的 這個疫情的這個病毒 也會侵害到我們 我們很多人可能都想都沒去想 所以這樣子親呼自己 以至於讓一下子突然之間 造成了這麼大的 一個 一個災難 從 開始到第三級的警戒 也不過才短短的幾個禮拜的時間而已 這個有時候讓我們想想 這其實難道不是一個最好的警告嗎 我們 都以為我們是在 安逸 平安無事 我們就 在那個安逸的環境當中 可能 甚至放縱了我們的自己的欲望 以至於我們對主的警告 我們都 忽略 所以 有時候 人生的一個 患難 其實真的是 為我們可以為我們帶出一些屬靈的價值 讓我們更清楚 我們需要 這位 真神 來作為我們的 倚靠 作為我們的幫助 我們必須 在平日之間 就跟他建立起親密的關係 以至於我們在困難環境的當中 能夠 感受到他的同在 成為我們的幫助 所以 人生 可能就類似這樣子 起了這樣子的一個風浪 那我們要如何面對呢 但是其實我們不單單只是想到了 自然界所帶出來的災難 或是人為的舒適 人為的作為 所帶出來的災難 在啟示文體當中 害 常常表徵著敵神的國家 或是惡魔 或是邪惡的力量 他的發源處 我們來看一下 但以理書的第七章 但以理書的第七章 這裡是談到了 從海州上來的士獸 這個士獸就是後來 整個在逼迫 神國的選民的 敵對的這些國家 我們一般來說 就是巴比倫 波斯 馬代 希臘 羅馬 我們常常就是指著 這樣子的一個 但是呢 其實到 啟示錄的時候 這士獸仍然出現 特別是集中在一個 這個死角的大怪獸當中 但是這死角的大怪獸當中 仍然也有 前三獸的 這樣子的一個形象 這個在 《啟示錄》的 第十三章裡面有描述 那我想最主要要談到 第二章 第二節這邊 第七章的第二節 但以理說 我夜裡見異象 看見天的士風 讀起 刮在大海之上 然後 第三節有四個大獸 從海中上來 那在《啟示錄》的第十三章 也是談到 那個海中上來的獸 他就是那些 迫害神顯明的 在末世的 那一個 怪獸 那其實 很可能就是 如果用 約翰 作者當時的時代 就是指著羅馬帝國 但是他其實更指著 末世要逼迫 選民的 這樣子的一個小角 就是一個 這個敵基督的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 應當要了解的 所以 這個海 他常表生的 就是這些 敵對神的 這樣子的勢力 背後的那個樹林的力量 所以 我們 不得不 夜花的謹慎 我們不是只是看到 這是自然界的現象 我們要看看看到 屬林 林界的一種征戰 這個是我們更要謹慎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那在三十八節這邊記載著 當暴風 這麼大的時候 門徒 因為 他們為了要讓這個水 積水要趕快的排出去 就像我們昨天 大雨 在北部 遭受到很大的災殃 我昨天打電話回去 我們在 永夜路 新店永夜路的我們的 原家中心 哇 一個姊妹在那邊 看著那個 那個店的時候 突然 在短短的時間 這個水就一直淹上來 淹上了我們兩個樓梯高 然後一直淹下來 甚至有一點水進到我們的地下室去 那這個有時候我們會想想 哇 那所以 我的太太 跟一個弟兄 就趕緊的從辦公室 從 台北教會這邊 趕緊的過到新店這邊來 幫忙把這個水搖出去 那在那個過程當中 那個姊妹 其實非常的害怕 因為那個是在很急速的時間裡面 幾乎 這個水就要淹到整個房子裡面 地下室都已經 積水差不多有幾公分高了 那這個情況之下 我相信 也像正如當時的門徒一樣 非常的緊張 非常的害怕 萬一船 都積了水 那船不就是要沉下去了嗎 那不就是沒命了嗎 所以他們在這時候 當然是非常的 非常的緊張非常的害怕 但是主卻在那邊睡覺 主在睡覺 可能不只是指責他 不只是 只是顯示說他 也跟我們人一樣 有肉體的軟弱 他白天工作的這麼辛苦 這個時候當然也累了 就在那邊疲健的 來睡著了 但是其實更顯示出 更顯示出另外一種狀態就是 主耶穌平靜安穩的心 那這個 這個相對於主耶穌是在船尾 門徒是在船頭 在船頭的危難的情境 跟 門徒 在那邊守足無措的情形 對比著船尾 似乎是風平浪靜 耶穌竟然在那邊安然的熟悴 這 這一個情境 可以讓我們想想 難道船尾真的就比較平穩嗎 我想不一定的 不是的 只是主耶穌在那樣的環境裡面 他能夠仍然有一個平靜安穩的心 他可以穩穩的在那邊睡覺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 比例型的一個教訓 今天 我們同樣的面對的這樣子的環境 我相信有很多人 這個 會 這個 很恐懼 然後很擔心 像我太太都說 我很害怕 為什麼 因為我都不回台北了 那其實我是有我的考量 但是 很多的人 很多的人真的 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處境當中 心裡充滿的不平安 什麼都不 什麼都懷疑 什麼都怎麼樣 什麼事都不敢做 那這個當然 就是類似 這個 這個門徒他們的一個反應 但是有的人知道 這個 如果會遇到就會遇到 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 是不是 做好該有的防疫的工作 我們是不是該做好必必須的防範 我們就照著政府的要求規範 來做 即便我們不能這樣子的 記在 教會裡面來一起聚會敬拜神 但是我們也可以 這樣子在任何的處境當中 我們 現在 都跟神親近 保持親近的關係 都不 在任何環境當中 都能夠來 獻上我們的敬拜 這個是我想 我們應該要 能夠學習的一個功課 所以就問我們 什麼是 苦難中的 平安 今天我們常常在聽到裡面 哇講到主耶穌所說 主耶穌所說的話 我們看約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約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十四章 二十七節 十四章的二十七節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將我的平安 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不像是人所賜的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 在這邊就提到了 主賜給我們 是 真平安 要讓我們在 困難的環境當中 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 那當然我們更會談到的 十六章的第三十三節 我們可以在 主裡面有平安 因為主已經勝了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可以放心 這是我們常常在讀到的經文 那實際上我們 要做到這樣子的一個地步 真的是不容易 在這邊我們看到 我們要學習主耶穌 那 這個能夠平靜安穩 那當然這是提醒門徒 主耶穌 在傳 跟我們一起在傳上 難道主耶穌會不顧我們嗎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思考 到底我們 有沒有認為主跟我們同在 如果我們認為主跟我們同在 我們感受到主 與我們同在 我們仍然會害怕的話 那真的是很奇怪 那如果 是因為我們 小的小信 以至於我們 忘了 主耶穌與我們同在 所以我們才起來害怕 那這個就還有救 趕緊就是像 門徒他們 接下來所做的 我們來看 三十八節 後半段 三十八節的後半段 這就是說 門徒就叫醒了他 說 夫子 我們喪命了 你不顧嗎 門徒帶著責備和蠻宴的乙氣 來喚醒了耶穌 在 這樣的險惡的敬意裡面 其實也常常的 逼著我們去 到主的面前 所以有些 那些人可能 這個很久就 已經 在 世界裡面打拼 把世界當成他生活的重心 但是藉著這個苦難 神讓這一切都停止 這邊都停止了 不過這邊卻開始 動了起來 也就是說 藉著這樣子的一個 疫情 神讓我們轉向到了 另外一個 更有意義的 這樣子的一個 環境裡面 讓我們在這邊 能夠跟主親近 能夠向主求告 藉著向主的求告 神幫助了我們 解決了我們問題 所以我們 至少要在懂得 在遇到困難的環境裡面 趕緊的叫醒耶穌 但是我們叫醒耶穌 一定要懂得要臉 不像那些 拜外邦的 假神的人 他們是在這邊 這個求告的時候呢 他們是在那邊 傷害自己 這個是 獵王記上 十八章 這個 以利亞時代裡面的 那些假先知 他們怎麼樣子的 傷害自己來求告神 但是 他們的神卻沒有辦法 讓祭壇的火 燒了起來 那 所以 這個其實 有時候我們在求告的時候 當然我們就要 知道整個求告的要領 在路加福音的十一章 五到十節 主耶穌也做了一個比喻 就是 借餅的比喻 到朋友家去借餅 三更半夜了 誰要幫你 誰要開門 將餅借給你 但是接著他 親自迫切的執求 所以 那個 朋友們 即便不太甘願 也起來了 為他開門 把餅借給他 所以我們 要懂得 要來向神祈求 用這個 堅忍的態度 不灰心 不斷的祈求 直到主的一個答應 這就是我們 祈求的一個要理 我們常常 會埋怨主 不顧我們 其實 主不是不顧 而可能是我們自己 切乏了信心 所以 我們 看到了 這接下來 這邊 主耶穌所做的 夫子 門徒們說 夫子們 我們喪命 你不顧嗎 主當然不是 不顧 主責備他們 缺乏信心 是因為 他們在這個環境裡面 竟然不能感受 神的同在 那在這個時候 他們也 之前也不發出 這樣子的一個 的懇求 那現在 在這樣子的困難當中 才在埋怨 才在祈求 不過這時候也 為時不晚 所以主也顧念他們 所以主就來 解決了他們的問題 那不過這邊要提醒我們 真的我們在 遇到困難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要理 我們來看一下 彼得前書的第五章 這也是我們 非常熟悉的經文 五章的第七節 彼得前書的五章第七節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 血給神 因為祂顧念你們 勿要謹守 謹醒 因為你們的仇敵 如同吼叫的獅子 遍地遊行 心遭可吞吃的人 在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 當然會有憂慮 會憂愁 但是我們要懂得 將這些憂慮 來謝給神 謝給神的原因 基本上 是因為神祂顧念我們 當我們謝給祂 向祂祈求的時候 祂就恩待我們 示恩典給我們 這個是 我們在 這個 很多的經文當中 我們可以體會到的 但是他這邊 特別又提到了一個 很特殊的原因 就是我們的仇敵 魔鬼 他如同吼叫的獅子 他躲在我們的背後 但是他是隨著我們 這樣子來 等待可吞吃的一個時刻 就好像 亞馬利人 跟在 出埃及的隊伍 那個以色列人的隊伍當中 落在後面的那些 就被他們強烈 就被他們殺戮 所以這是我們要警醒的 但是整個在彼得前書的第五章 第九節 到第十一節 這裡面就是勉勵我們要用堅固的信心來抵擋魔鬼的軌跡 雖然我們可能會暫時的有一些苦難 但是我們 等待著我們的是永遠的榮耀 神必定為了這樣子的一個目的 來 成全我們 來兼顧我們 來示力量給我們 能夠使我們真正的穩固 這個是我們 必須要來了解的 也是我們必須要 透過了這樣子的一個 機會來 從神那邊 大大的領受恩典 我們在這邊思考到了 耶穌其實一直都在船上 門徒為什麼不能體會耶穌的同在 今天同樣的 我們不是說聖靈內住在我們裡面 聖靈的內住就是神與我們同在 也就是以馬內力的意思 我們也說過 在以賽亞書七章十四節 應驗 同你要懷孕生子 要給他取名叫做以馬內力 主耶穌後來來到世上 聖經上也說這就是以馬內力的應驗 那在耶穌福音的十四章裡面 談到主耶穌為 這個門徒來 向天父祈求 能夠 領受這個 聖靈的內住 那邊也特別提到 那是要永遠的跟我們同在 所以我們 聖靈之所以內住在我們裡面 就是為了要成就以馬內力的 這樣子的一個 應許 要神要永遠與我們同在 那為什麼我們一個得著聖靈的人 卻能常常陷入在軟弱不幸的試探當中呢 我覺得這是我們值得思考 我們是不是也跟門徒這時候一樣 即便知道耶穌在船上 卻感受不到 卻感受不到 他的力量 這個是我們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最後我們來看到了四章的三十九節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四章的三十九節 四章的三十九節 這邊耶穌施責了風跟海 耶穌被叫醒 就施責了風跟海 說住了吧 敬了吧 這個並不是單純的只是 顯示主耶穌具有 令人恐懼的超自然的能力 而是顯明一種 他那種 救贖的 那種 那種心念 他是在顯明 一種力量 使這個邪惡的勢力 就是 魔鬼的背後的這個勢力 他被 主來責備 主責備他 帶出了一種 救贖的行為 所以這個乃是 這個 我們看到的 主耶穌這時候所斥責 為什麼用斥責 對於 如果一般來講我們在聖經裡面都是在趕鬼的時候用斥責的方法 在這邊竟然也用斥責 最主要的也是 耶穌的一個意義 也是指的這個風浪 基本上就是背後的那個邪惡的勢力的一個一個主打 不讓他們去做 去拯救的工作 去拯救那個在 格拉森的 那一個 有很多被 很多鬼 附在他身上的 那一個人 他為了要阻擋 神的工作 他可能就是藉著這一種 自然的災難 來 阻擋 但是 主的責備 其實就是對這個邪惡勢力的一種 一種 跟他的征戰 為了要來 完成 救贖的工作 主耶穌所斥責的風跟海 其實就是 赤著他背後的那個空中的掌權者 風 代表的那個空中的掌權者 以佛所述二章第二節 空中 屬林祭的惡魔 另外呢就是海裡的巫靈 就是我們剛才所讀到的 這個 但一禮書或是啟示錄的十三章 那 那都是從海裡上來的巫靈 他們都是要來迫害神的選民的 那這個都是造成我們苦難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主耶穌用他的權柄來 赤責了風跟海 也赤責了這些邪惡的勢力 那所以 風跟浪就止住 我們來看第四十節 瑪格福音四章的四十節 當主耶穌斥責風 海說 住了吧 近了吧 風就止住 大大的平靜 四十節 耶穌對他們說 為什麼膽怯 你們還沒有信心嗎 他就大大的懼怕 彼此說 這到底是誰 連風和海都聽從了他 我們在這裡我們看到 這個 門徒們的小信 耶穌責備他們說 為什麼膽怯 你們還沒有信心嗎 那當然在 路加跟馬太也都有同樣 馬太是說 你們這小信的人 為什麼膽怯呢 路加福音第八章那邊說 你們的信心在哪裡呢 所以主耶穌在時候責備門徒是因著他的信心 因為他們的信心 那麼微小 而不是因為他們把主耶穌吵醒 害他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不是的 是因為他們的膽怯 所以 這個 這個膽怯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膽怯有這麼嚴重嗎 我們不能膽怯嗎 主耶穌還要責備我們 這個膽怯所指的不幸的惡心 他就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罪你知道嗎 膽怯的人 是不能進神的國要進入第二次的死嗎 我們來看一下启示錄的二十一章 第八節 启示錄的二十一章第八節 這裡談到了八項 這個要 受到最後 硫磺火葫 第二次死的 這樣子的一個審判的 的人員 第八節 唯有膽怯的 不幸的 可證的 殺人的 淫亂的 行賢素的 敗偶像的 一些說謊話的 把膽怯的放在第一個 那我就想 為什麼這邊要列出八項 然後又有個膽怯的在那邊 難道是膽怯的包括後面的七項嗎 那所以膽怯的這個 可能不是指示的小小我害怕我 我好恐懼 可能不是 這可能是因為膽怯的可能就去 乘服在那個邪惡的勢力底下 就像启示錄第十三章裡面 一大堆人害怕的 就跑去拜了那些 受的像 以至於他們就注定要來滅亡 所以膽怯很可能會導致我們離開神 那這個是 其實可能是指責 更嚴重的 屬於內心裡面屬靈上面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說他是不幸的惡心 所以 這個讓我們要來謹慎 那當然 一方面也是責備他們對主的無知 主跟他們同在了這麼一段的時間 雖然這裡可能不是 不是經過了很多年 但是 至少他們已經看到了主耶穌 行了那麼多的成績其事 講了那麼多的道理 但是他們仍然 對主的認識 是這麼的淺薄 所以 因為 這個 因為對主的認識不夠深 重組的體 不懂得怎麼樣子的重組來領受這一份的力量 所以他們在患難的日子裡面就膽怯了起來 正如真言二十章第十節所說的 在患難之日若膽怯 你的力量就微小 有時候 我們在那個 患難的過程當中 如果成為小信的人 那我們 可能就會被 風浪給漫過 就像 主耶穌 另外一件 走海面的神蹟 後來彼得也要求走海面 主耶穌也同意他了 他也順利的走在海面上 不過走沒多久 他就看到風浪那麼大 他就起了疑惑了 所以他就沉下去 主耶穌 也因著他 在這個時候 懂得向主耶穌祈求 主耶穌就一手拉著他 把他拉起來 責備他是小信的人 同樣的一個 當 我們把注意力 從 從 耶穌轉到這個環境的時候 那麼我們 就破功了 就像彼得一樣 就要沉到海裡面去了 所以這是提醒我們 信心 要堅持到底 不要因著環境 而受到了 左右 當然 這個對耶穌的這些門徒來講 他們 聽過了許多特別的教導 看過主行的很多的神蹟 但是他們 依然不能理解 神國的能力 他們的信心的根基 仍然如此的淺薄 這個是何等可惜的事情 這莫非也是在描述著我們呢 41節 門徒 門徒見到主耶穌平靜的風和海 這邊竟然描述著說他們是大大的懼怕 而且彼此說這到底是誰 連風和海也聽從了他 他們在這時候 他們在這時候 仍然在訝異著 到底耶穌是到底是何等的人物啊 為什麼有這樣子的能力啊 所以 可以看出他們對主的無知 在這個時候確實是這樣子 還在問這到底是誰啊 難道我們還要問 耶穌你是誰嗎 你這時候在哪裡啊 你會不會來幫助我啊 如果我們還是這樣子問 那表示我們的信心 也太淺薄了 感謝神我就接下來用 短短的結議 來跟大家做互相的勉勵 我們要認識 我們的神是長官宇宙萬有的神 主的斥責叫風浪平靜 正是 他滿有全能的話 他滿有全能的道 或是他的意志的一種表現 所以 我們 倚靠主的 信靠他 求他來幫助 他必能夠 平靜 我們人生當中的風和海 另外 第二點也提醒我們 不可忘記在我們過往屬靈生命當中 所聽過的教訓 所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每一個 每一件的神蹟 在尤其是在這樣子的一個艱難的時刻裡頭 我們要想想 我們以前聽過的道理 我們現在正在聽的道理 我們要想想 我們 過去在我們家庭 艱難的時候 所領受到的神的恩典 一件一件的把它數算出來 這些神蹟 讓這些神蹟 讓這些過往的經驗 來幫助我們勇敢的面對 對我們人生一切的風浪 讓更多的神蹟 也 繼續的不斷的彰顯在我們的身上 面對的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我們最重要的是要靠主 有平靜安穩的心 正如主的勉勵 在菲律比書4章 6到7節裡面 藉著保羅所說 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 藉著祷告 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 告訴神 神就要是 意外的平安 並在基督裡 保守 我們的心懷意念 阿們 今天早上就跟大家一起 分享 查考到這裡 我們來探討